这一片啊 今天早上就这一片 清晨五点多 天还没亮 除草队成员已经着重完毕 每个星期六 苗栗园区除草 三位师姐一马当仙 有除草队这个林东省 残到我们早时间没办法运作 牛根草很粗 很粗的话它就会残到 几十公斤的除草机 他们背在身上一点都不费力 十八年前苗栗园区的草 长得比人还要高 彭桂珍 彭玉娇 刘美莲 三位师姐承担起除草的工作 看上去全部都是一片大草原 然后就是藤蔓就是到处攀爬 我们以前是用人工的方式 用锄头啊 镰刀的方式去开垢 那你做了前段再回头看 后段又长起来了 真的是 逃得比人还快啊 当时中国名师兄看到这三位女丈夫很佩服 于是召集师兄成立除草队 苗栗园区有三位女丈夫啊 每天就背着这个除草机啊 这这么大片的土地在除草啊 种菜啊 所以他看得很不舍啊 除草 除草 除烦恼 我们就说好啊 那我们来成立除草队 三个人同心合力 慢慢整理荒废的园区 还在园区后方开辟了一个农场 种菜 种水果 没有用药杀虫剂的啊 所以你看这些好朋友都会来 刘美莲师姐现在是环保盖世 身形瘦小 力气却很大 另外一位棚玉胶承担总务 要长盘 点心盘 叉子 夹子都有 生命就是要拿来用 为什么说不拿来用呢 我就说觉得很可惜 所以说现在眼睛真亮 就是刺激 刺激 三位师姐同年出生 奇妙缘分在刺激不起而遇 相知相惜 彼此提息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 钟慧如 黎瑞湘 苗栗报导